未来没有人知道 谁知道历史会怎么拐弯 中华民国的诞生 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袁世凯在天津小战 为清政府训练新的军队 这个军队在中国没有对手 所有的革命军 只要新军一到 全部团灭 结果还不是中华民国 还是诞生 共产党虽然无耻 凶狠 你还凶狠得过当年的新军吗 你现在看共产党 张牙舞爪很厉害 你怎么知道 他一夜之间不就灭掉 而且你知道 这种颠覆的东西你看不到 看得到的地方 肯定共产党早就已经填上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抱有希望 我们的这个念想是有力量的 大家不要绝望 我们保持这种念想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念想的时候 会改变很多东西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朝着这个方向 去努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无法阻挡的